丽婷啊 认识你的人啊 都知道你聪明能干 不雅于男人 可老话说啊 男人无妻家无主 女人无夫事无良 我们罗家在这一点上 对不住你 你红仪呢 有一个远方的亲戚 和你年貌相当 她是化工研究所的 高级工程师 一年以前呢 妻子去世了 红仪啊和我 想把这个人呢 给你介绍介绍 不知道你看 爸 我跟您说句真心话吧 我现在呀 根本就不想找 丽宁 你一个人这么过 总不是个法子呀 是啊 算了吧 我真的看透了 什么亲情啊 友情啊 爱情 说变就变 根本就靠不住 就像这玻璃制品 如果你不小心 把它打碎了 连修复的可能都没有 我看您二老啊 就别为我费心了 这个呀 是您二位上次到我那儿 给我送去的钱 请您转还为罗剑 并且呢 麻烦您告诉罗剑 我这什么都不去 其实啊 这次我就是想考验考验他 罗剑真的不可以这样 方秦一不高兴 他就连我们这边都不敢沾了 难道 我们是洪水猛兽吗 莉宁啊 你只当是我和你洪怡 一点先议 那还不成吗 那就更不行了 您二位已经都退休了 哪有这么多的钱给我呀 莉宁啊 你以为啊 罗剑的日子很好过啊 其实他和方秦也在闹矛盾呢 他活该 那是他自找的 你就拿上次送钱那事吧 明明白白的都跟人说好了 第二天罗剑呀 跟着工人送钱 结果方秦一不高兴 罗剑就躲在一边去了 有时候我真纳闷 那方秦他哪儿好啊 他又不是武则天 幸好方秦长的那副模样 罗剑要是找一个 又年轻又漂亮的 他还不得给人捧上天呀 您说 罗剑当年跟我对着干的劲儿 都哪儿去了 说到底呀 还是咱不行 咱不行就不行到底吧 但是 罗剑也休想再见他女儿一面 让他好好带人家的孩子吧 也免得他自己亲生女儿 打搅自己亲爹的温馨生活呀 真有意思啊 没想到今天你能到医院来找我 怎么 你不高兴我去啊 瞎说 你今天来找我 实际上是给我太劲儿下 我哪儿能那么不懂事啊 再说这两天在附近那儿 我也想了很多 你看这儿 记不记得 去年我请你来 给我们来讲课 那我怎么能忘 你说你啊 哪个电话一打 我是又气又急 我拒绝你吧 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来吧 枪杆这鸭子上下 哎呦 你还不是那一堂课讲的 可以吗 当然了 哎呀你不知道 那天我坐在底下 嗯 看到你站在那个讲台上 这么伟安 这么成熟 这么有魅力的一个男人 而且把关键事 没有任何准备 这堂课讲的那么好 底下的那个老师们那么欢迎 哎呦当时说实话 你不知道我心里就暗暗地想 我说如果上帝对我有眼 这个男人 应该属于我 而且我当时 我就在想 不管我和这个男人是做朋友 还是做 还是生活在一起 我都会全身心的待他 哇 那个时候就有非分想法了 啊 行啊 不过接下来的话应该这么说 我就没想到啊 这个臭男人 成了我的老公之后 啊 那么快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是不是特适 是 是 我们太快就出现问题了 哎呀 这个 再婚以后的这个烦恼啊 让我也使用了一些 哎 哎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再婚的家庭啊 他应该说 面临着 双重的矛盾和负担 可同时我觉得也是对 对再婚人的能力 人格品质的一种检验 好在 我们还算 顺利地度过他了 你说呢 不过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必须实话实说 我 问哪 你和金沙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这么说 现实生活当中啊 优秀的男人 口红 包括我 以及优秀的女人 口红 包括我 你比我有妹的 这一类的人呢 总能够受到一些异性的青年 这也算了一个考验 但是 我想我知道我 该怎么办 你应该相信我 真正的男人 行动高于沉默 你懂我的意思 我想我懂 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 别这么看着我 你老公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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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吗 是